好,咱们继续啦,对不对 我上一个影片呢,讲了有关的就是流循环 然后流酸的运输 然后怎么合成 最后合成的这个半光氨酸的这个过程 好,那接下来这边Peple就走到了就是第三个营养 它的图里面就是要做那个,要讲那个磷酸 这个磷酸的营养是怎么运输进来 做什么用啊 好,那我们就来讲解这个部分 好,来来来,磷酸 好,也就在图这个地方哦,磷酸 这里,磷酸,对不对 它把磷酸送进细胞里面 这个地方 它把磷酸送进来,磷酸送进来 对不对,然后它画图,它做成了ATPA 对不对,然后做了一个叫做Polyphosphate这个东西 它可以储存起来,这个东西呢,叫做Poly就是聚合的意思嘛 好,聚磷酸 好,储存起来 好,那磷酸是营养嘛,很重要的营养,对不对 等一下老师会讲磷的重要性啊,这个地方磷的重要性 好,所以外界有磷酸就赶快弄进来啊 储存成聚磷酸,Polyphosphate存起来 所以呢,它就是把磷酸聚合啊 好多个磷酸聚合在一起 聚合在一起 所以叫做聚磷酸啊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先了解一下,磷到底哪些重要啊 你身体哪些地方需要磷啊 好,第一个就是ATP啊 对不起啊,第一个是核甘酸啊 对不对 对不对,就是我们DNA的那个ATGC啊 OK,这个ATGC 最后做成了DNA、RNA 那个里面都是磷酸啊 好,所以这个是所有生命都要的 生命所有的生物能都是ATP 它有磷酸啊 三个磷酸,对不对 细胞膜是磷酸啊,对不对 Pospholipid 是磷酸啊,你细胞膜 不管你是高点生物、低点生物 你细胞膜都是磷酸啊 好,啊第四个呢 我们身上很多的代谢的调控 都跟磷酸和去磷酸有关 比如说糖的代谢 如果你还记得糖解作用的话 对不对,糖解作用一开始是Glucose啊 对不对 最后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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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Pyruvac 对,丙酮酸 然后再切变成什么 ACTO-CoA ACTO-CoA 然后又进到了那个TCA cycle TCA cycle 有没有 那你还记得的话 Glucose第一个就变成Glucose 6-phosphate 接了6磷酸 然后又变成什么Fluctose Fluctose 什么1-6-phosphate 有没有,接了两个磷酸 有没有 所以在糖的代谢过程中啊 常常加磷酸这件事情 有没有 把磷酸加了又去掉这些过程 所以这个磷酸跟生化代谢有关 OK 蛋白质也是一样 蛋白质的活性常常是磷酸化 和去磷酸化 去调控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有些protein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加上了蛋白质 protein 它被修饰成 加上磷酸的蛋白质 有没有 那这个酵素叫什么酵素 把磷酸加上蛋白质 这个酵素叫做Kines 叫做基酶 叫做基酶 Kines 所以你学习系的同学 对不对 常常听那个 他们在做老鼠 做癌细胞的那个实验室 每次都在讲这个东西 OK 什么Western blood 然后去做的时候呢 有些蛋白质是没有 没有磷酸的 有些是有磷酸的 用不同的anibody去看 OK 所以那个蛋白质 加了磷酸 或者是去掉磷酸 它可以控制这个蛋白质的活性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第五个人就是动物啦 动物的骨头牙齿 对不对 是磷酸钙的这个形式 对不对 那所有生命都是需要这四个 零很重要 所以外面有磷酸 赶紧弄进来 赶紧弄进来 所以它用这支细菌来讲解 这个细菌把磷酸弄进来 它找到了两个酵素 不是两个酵素 两个transporter 两个transporter 把磷酸运进来 然后做成polyphosphate OK 它这边的polyphosphate 老师要讲解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的polyphosphate 然后呢 又跟铜结合 这个地方 跟铜结合 变成polyphosphate的这个couper 铜 这件事情 好 那为什么要跟铜结合呢 磷酸是带负电的嘛 磷酸是带一堆负电 负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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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属啊 金属是带正电的 比如说铜是带二架的 正电对不对 所以呢 铜就会吸附在它的外面 正负相吸啊 那为什么把铜吸住啊 因为铜是重金属啊 这个有毒啊 对不对 这个细菌就生长在铜矿里面 吃铁 然后把铜 那个溶解出来 有没有 那些铜也会跑到它身体里头去 所以它会会中毒的 那它为什么不中毒呢 作者推测 是不是因为用这种正负的相吸的方法 把polyphosphate它储存的磷酸 外面吸住了一堆桶 所以呢 它就去掉了这个毒性 OK 去掉这个毒性 好 再下来 再下来 这下老师偷偷偷用什么 好 这个地方 老师要讲解这个地方 好 讲解这个地方了 好 把磷酸吃进来 这个地方 把磷酸吃进来 首先呢 它会做成 做成 ATP 这个地方 对不对 做成ATP 然后做成锯磷酸 然后它告诉你说 它要找到一个酵素 叫做PPK 这个酵素 有没有 实际上是有两个酵素 它可能另外一个没找到 我们看另外别人的图 别的paper的图 这个图一样 磷酸 phosphate 然后ABC Transporter 送进来 然后做成ATP 有没有 然后呢 做成锯磷酸 ATP的P给它了嘛 所以就变成N加1 有没有 它的意思啊 就是磷酸送进来 送进来跟ATP结合之后 就变成ATP ATP就把P 传给了 这个polyphosphate的N 所以呢 又多了一个 一个P进去 所以N加1 所以它越做越聚合越多 所以外面有磷酸 就赶紧储存起来 然后它告诉你有两个酵素 刚才那个是PPK嘛 对不对 PPK 另外呢 这些储存磷酸 这样的要拿出来用 体内如果磷酸不够的时候 就要拿出来用 所以它有一个酵素 所以它有一个酵素叫PPX 有两个酵素 它只写一个酵素嘛 OK 那我们看REST帮我们注解的东西 也有这个东西 你把圆柄图打开以后呢 有一个地方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细菌在磷酸代谢上有40个基因 40个基因 40个基因里面你有两个Polyphosphate的基因 做聚磷酸的这个基因 这两个基因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基因 PPK跟PPX 所以呢 你去打开这个地方打开以后 它就告诉你 你有这两个基因 PPK跟PPX 你有这两个基因 OK 所以就是我们的细菌里头会有这两个基因 一样跟它一样 把磷酸储存进来变成PPK 然后跟这支菌特殊的地方 它会跟铜结合 那作者认为说 这个过程是它的这个重金属的抗性 可以让它呢 减轻这个重金属的中毒这件事情 那别的细菌怎么做呢 别的细菌也是一样 这个聚磷酸储存了以后 那个磷酸就一大堆负电了 所以它一定要用正电东西把它中和起来 对不对 那别的细菌用什么东西把它中和起来呢 这个图告诉我们 它用了这个Spermin 对不对 这个是多氨 多氨带正电 所以正负相吸把它包裹住 用多氨去吸附了 好 这是别的细菌了 好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图的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 聚磷酸这个部分 好 再下来 好 再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图的这个地方了 好 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东西 ABC是Transporter 把磷酸运进来 然后做成Polyphosphate 我们已经了解了 右半边了解了 左半边在搞什么东西 左半边有一个叫做FORB FORB这个东西呢 是去侦测 环境里头的 磷酸 它等于是一个细胞膜上的侦测器 OK 然后它这个图告诉你说 如果外界有磷酸的话 我就把这个磷酸加在我身上 外界有磷酸嘛 加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传给了这个FORR 有没有 FORR身上也有磷酸了 好 磷酸 对不对 那FORR呢 就会去开启基因 下面的图 去开启基因 有没有 FORR就会跑到基因前面 把这些基因打开 这些基因都跟磷酸代谢有关的基因 比如说这个淡蓝色的 这三个 这四个淡蓝色的 的东西在哪里呢 它用颜色帮我们表现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是做ABCTransporter 对不对 外界有磷酸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些运输蛋白 在细胞膜上 把这些东西赶紧运进来 对不对 比如说下面一个 绿色的 绿色的 有没有 深绿色的这三个 就是做另外一个ABCTransporter 对不对 然后深蓝色的这五个 就是呢 做磷酸 磷酸 利用的这些复合体 里面带了Lily Coco一大堆的蛋白质 有没有 OK 所以 当细胞外面 有磷酸的时候 我就需要 这些蛋白质啊 OK 这样理解吗 所以FORB呢 作者说 它是一个 这个侦测系统 这个侦测系统 侦测外面有没有磷酸 有磷酸的话就会启动基因 赶紧把磷酸用进来代谢 赶紧把磷酸用进来代谢 OK 没有磷酸就不需要去做了 做这些蛋白质放在那也没用 所以这是一个侦测调控系统 这个侦测调控系统跟别人画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用刚才这个图好了 别人都是画FORR当作侦测器 R当作侦测器 它是画B当作侦测器 OK 人家是用B去开基因 B磷酸去开基因 它是用R去开基因 好像跟人家画的不一样 颠倒了 然后U呢 U它画在这个地方会把FORR关掉 人家U画在这个地方 画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ABC Transporter ABC Transporter 可以把磷酸运进来的 所以人家画是这样子 ABC Transporter旁边连着U R去侦测外面有没有磷酸 然后有磷酸的话就告诉B 你去开基因 上面也是一样 哎呦 多画了一杠 插掉 插掉插掉 好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有没有 R是侦测系统 U呢 就是Transporter ABC Transporter旁边 有没有 在ABC Transporter旁边是U 会去开启基因的 会去开启基因的是B 然后它会侦测那个磷酸的这个情况 它到底要不要把基因打开 OK OK 好 又卡住了 好 这个地方呢 老师大概就解释 解释这样子 有运输系统 然后有侦测系统 然后有开启基因的调控 好 所以一样啊 你把REST打开 它就有一个磷酸代谢 你有40个基因嘛 某只细菌打开40个基因 对不对 然后它就告诉你说 哎 你真的有这些东西耶 有没有 你有那刚才讲的什么 4R RBU的这些调控 Regulum 有没有 控制跟调控 你有Transporter 那个ABC Transporter 它告诉你 它是你有这个High Affinity 高清核性的磷酸的运输系统 还有Full的这个 F的那个Regulator 有没有 有聚磷酸合成的基因 还有那个磷酸代谢的基因 OK 所以作者在那个图 主要画的就是这个和这个 后面那个磷酸怎么代谢成ATP 那些下面的那些东西 它就没讲了 好 所以一样你如果把那个东西打开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在这个细菌里头你都有 比如说刚才看到的 有没有 Full的Regulator 打开你有Full B Full R Full U 你都有 有没有 然后做这个ABC Transporter的 老师把它标颜色 就是核对了以后 有没有 这个地方 S CAB S CAB 这个东西就是做ABC Transporter 你也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核对 注解完的东西 变成一个基因 然后可以变成功能性的东西 在细胞膜上细胞质里头 或者是做什么调控 OK 好 这个就是 把它打开以后 你就看到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有时候在那个 那个KGG是没有的 因为它是做Transporter 运送的蛋白质 它不是代谢 它不是酵素的代谢 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在KGG KGG你只能看到代谢图 代谢的酵素 它才会出现 这些什么调控的 做成运输蛋白的 那个在KGG里面是没有的 好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在REST里头 你去点它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你点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你在哪里 你旁边有什么基因 有没有 旁边有什么基因 这个东西将来就会变成像作者它画的 有没有 这个图 你的基因旁边是什么基因 这些基因都是一串的 这一串基因都是跟磷酸代谢有关的 所以这个是怎么去整理你的REST跟代谢相关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要读PAPER 看人家是怎么整理 然后表示给我们看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东西 那接下来就讲零的循环 零的循环 零的循环其实比较简单 零的循环简单在什么地方 OK 它不像我们那个什么流循环有四种 四种 它循环就比较简单 就是天气下雨 下雪 它会把无机的矿物里面含有的零 溶解下来 溶解下来 溶解下来这些零就会被植物维生物利用 然后植物维生物利用完死掉之后又回到土壤去 所以这个是以地球的角度来看 它会从矿石里头 里面的零就是无机的 inorganic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换一个笔 这是什么笔 智慧笔 不是 这什么笔 雷射笔也不是 这个 荧光笔好了 荧光笔 有没有 这个颜色有点挡住啊 可以啊 还可以 有没有 无机的流 这个无机的流被 动 不是动 植物啦 植物维生物吸收以后就变成有机的流啊 有机的流 对不对 有机的流 不是有机的流 有机的灵啊 我的妈呀 零 零 对不对 死掉以后呢 又回到无机的状态 就是有机无机的这样子循环而已 好 那老师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零循环其实跟我们地球生态 地球啊 地球啊 有关系 我们种植物就三个 三个肥料就对了 淡灵甲 从小学的 淡肥 淡肥 长叶子 林肥 长果实 哦 长果实开花 你要果实开花 要撒林肥 哦 假肥呢 就是生根发育 哦 金啊 根的这个发育 这个是叶子 一个是果实 一个就是金跟根啊 哦 所以零很重要啊 零让你开花结果 没有零就不行了 对了 那你农夫要撒淋肥啊 哦 那淋肥最早是从哪里来 天然的淋肥 哦 天然的淋肥 这早期就是鸟大便了 哦 所以早期的时候都什么 智利啊 哦 那个中南美洲啊 南美洲啊 那个海岛上啊 积了一大堆鸟粪啊 所以叫做海鸟的粪便的淋肥 哦 要不然就是用鱼骨粉 瘦骨粉 哦 这个是淋肥啊 那另外一种化学的淋肥 化学淋肥就是矿石 矿石 哦 它不是化学合成哦 它是矿物 哦 这些矿物来的 哦 所以呢 哦 最主要的淋肥 当然 鸟大便会挖碗的 对不对 这些骨头 鱼骨头 对不对 哦 的淋肥啊 其实农夫最常用的就是这些 哦 矿物来的 哦 矿物来的 哦 肥料 哦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消息啊 哦 说全世界的淋肥 那个淋矿啊 差不多被挖光了 这个东西 淋肥即将耗尽 没有淋肥怎么种食物给大家吃 那开花结果 长种子啊 没有淋肥是不行的 所以维基百科有一个条目啊 它叫做淋风质 这个东西 哦 叫做Pick Pick 哎呦 来来来 Pick Phosphorus 淋风质 淋风质跟石油风质很像 什么是石油风质 就是呢 哦 我们会去估算石油的开采最大量到哪里 所以接下来就对哦 比如说从工业时代对不对 石油开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哎 哎 你会发现现在石油开采下降 哦 下降的原因是因为石油蕴藏量 哦 开始不够 哦 石油有一天会用完的 对不对 哦 石油有一天会用完哦 所以这个就是石油的风质 淋矿也是一样 淋矿主要就是 山里面的矿 挖完了 以后就没东西吃了 OK 好 所以 这个是淋啊 哦 淋不像瘤啊 蛋啊 有维生物循环 淋没有这种循环 哦 没有这种循环 哦 OK 哦 所以这边讲了 啊 灵 00000 00000 很惨 0 哦 是除了采矿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适合的商业制灵法 OK 你又只能挖矿 哦 挖矿哦 所以呢 有人就推测了哦 哦 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出现呢 2030年 哈喽 哎呀 又卡住了 好 2030年会出现了哦 OK 所以呢 就是最高峰就是在2030年 2030年之后呢 那个灵矿啊 哦 就会越来越少 哦 越来越少 所以估计大概就是50年到100年之后 哦 整个地球的灵矿会被人家挖光光 哦 挖光了以后就没有灵可以用了 OK 哦 所以就是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 矿石总有一天会挖完的 OK 哦 那以前都在中国大陆挖 中国大陆穷 现在中国大陆有钱了 他也不挖了 OK 哦 所以你就会发现国际的那个灵矿 价格暴涨 OK 哦 所以农民就会叫 肥料涨价了 哦 肥料涨价了 哦 所以在国外 哦 比如说德国 德国 瑞典 他们开始回收林 从污水 有没有 我们排泄这些灵就流到海洋流到河里面去啦 哦 有没有办法哦 把这些灵 哦 把它回收回来 哦 那回收回来应该就要靠微生物啦 哦 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灵回收回来 哦 哎呦 哦 好 最后呢 灵的这个地方 老师在讲一个东西就结束 这个阶段影片 哦 好 就是那个中心的 杨秋中老师啊 哦 他们家的产品就是熔灵菌 OK 你在外面可以买到这个什么熔灵菌 一公斤的 有没有 或者是液体的 一公升的 熔灵菌 因为灵呢 很多都是无机灵 是不溶解 溶解性不好 溶解性不好 植物没办法吸收 所以你要让这些 用这些无机的矿石的灵 好吸收的话 就要让它溶解 所以呢 就卖这种菌 这种菌呢 叫做熔灵菌 英文叫做 phosphate solubizing bacteria 简称叫做psb 熔灵菌 熔灵菌 其实也蛮简单的 你就是配一个培养基 这个培养基呢 里面的化学成分实验室有 OK 它呢就是 溶解性很差的 零 零 所以你泡起来就雾雾的 那如果你的细菌长 长在上面 长在上面 它可以把零溶解的话 就会出现透明环 这种细菌就是熔灵菌 啊为什么会把零溶解呢 从难溶的状态 对不对 到可溶的状态 主要是这个细菌呢 他们推测了 这些细菌呢 会产生有机酸 organic acid 所以酸把那个 溶解性比较差的这个零 溶解出来 可以让细菌 让植物 更有效的利用 零啊 所以杨老师家 他们家 杨老师早年 就在做这个溶灵菌 溶灵菌 好 那最好的溶灵菌 当然还是bacillus 其他的细菌 你养的菌溶 没两天就死掉了 对不对 只有bacillus会变成孢子 所以呢 比较好的熔灵菌 还是要用bacillus 对不对 bacillus会变孢子 干燥了 它有孢子 对不对 撒在土里面 有水 有营养 它就会发芽 OK 好 所以这个是零的这个部分 你看着哈 好